機會來吧 晚對周行打擂台 全年無憂 給你挑戰 如果想參加比賽 要怎麼做的 首先你們一定要交出一個八至十六頁 一期元的故事 顏色只限黑白 尺寸是B科或A科 都可以接受的 贏了成為我們貴到民主 之後還可以競逐我們的 年度霸主 年度霸主還可以 有機會得到我們 職業漫畫家的合約一份 詳情請參與 www.mdecomics.com 下目總編 我想看漫畫 下目總編 哭哭哭哭哭 什麼鬼啊 看我為什麼要哭啊 接下來 2月21日 下街上報他 買一本萬道周行 創刊號還要特價十五元 多謝 多謝 執照 I don't want to say 混蛋 他假如母好肚炮叛歌 盡煞起叉极无干活 中兴他繁博多 逆传音中都被对爆了 用暗订货明知出了错 不重要画面唱先就够了 跟手有见阿哥 开到发过同袍林当曲野火 深圳砌油 失正收档 期望你别再办惊喜才好过 I don't want to say 混蛋 你逼我剃书逼我投降 冤决了你无凡枕过 I don't want to say 混蛋 但搞到没好肚炮盘我 最杀起叉极无干活 I don't want to say 混蛋 听书的现在都已大过 怎知这书却没再过 I don't want to say 混蛋 每周两个花录这时我 那套祭我们最清楚 这书看过 I don't want the 第二節的講漫藥借邦 我們剛才講完本很長壽就來完的書 這節也開始找一本很長壽的書出來講 就是顧客仔 因為我見最近在網上引起一些OK熱烈的討論 顧客仔很久都沒有試過 關於一個男人被四個女人餵的問題 上次我講到陳浩藍走去挑東英機 對 去羅心左的長壽採張 剛剛講完雙王與江湖 我們剛剛講完罪章 說牛佬那篇寫功力得非猛準 原來東英那群人搞灰狗叫李志高 所以陳浩藍決定跟東英開戰 搞錯了Party又離開 然後說你滅我我滅你的罪章開始 東英班人想覆蓄 但是那群副二代 就是那些白大壯士後人就潛水 因為知道陳浩藍搞完他們之後就會回覆蓄 所以唯有一個就是徐世妃 因為徐世妃是長落的 然後羅心左真的去搞搞人家 然後就發生了我剛才說熱烈討論 就是派了ACG Group 那四條女子就去突襲 隨便隨便被人打我 然後那些人就說 他那一刻不夠打而已 又不被人打到沒有環之力跪在地下 純粹是那一幕說到他不夠打而已 那一刻其實還沒復活 大家說到他好像已經被人打殘了 沒有環之力了 就完全趴在那裡等救援 又不是一回事 其實我也覺得是 我覺得就沒什麼大不了 你招架不到有多麼出奇 雖然是四條女子 而且都很突襲 但是呢 除了批評那些人 我覺得那些言有的好笑 戶主那些人也很好笑 有些人又去Defense 說這些東西很合理 又突擊 大家都拿到這件 我覺得很不serious的事 又拿到很serious 真的在認真討論 其實有什麼所謂呢 第一 沒有人說徐世飛真的很厲害 徐世飛有多厲害 徐世飛每次打傷都輸 在你之前那些段落裡面 即是沒有多少 說真的打到贏得開巷 那你輸給ACG Group那四條女子 那四條女子 那四條女子 不是普通人 打領那四條女子 真的可以打得下 那你玩特集 其實四條女子贏 徐世飛有多值得拿出來討論 認真討論 結果就引起國內馬 有些認真的討論 我覺得很好笑 竟然整段故事 有馬戰總司令在 哈哈哈哈 竟然整段故事 最吸引人的 就是ACG Group 四條女子打到射飛 然後引起大家認真討論 我覺得真的很好笑 另一方面 四海是回大陸的 因為四海集團 大陸有批貨被人拒絕了 就是那些走私車 我沒記錯 因為剛巧新上任 公安局長還是副局長 科長不熟性 就打算認真去搞 而且不知道遺失了 陳浩南又跟上去 又想怎樣搞搞四海 亦交代四海的背景 原來娶了老婆 老婆的老爸是某個市的副市長 吉林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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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上的故事就是這樣 但是我看到那裡 我覺得有點奇怪 就是 你娶一個女婿 你不知道她什麼背景 因為她說到 阿世家做好的事情 就不能讓她的外父知道 但是我覺得 你作為一個中共的幹部 還要是四海的龍頭 你作為一個中共的幹部 四海的龍頭 東櫻的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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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四海賣魚蛋的龍頭 你作為一個中共的幹部 都叫不低的職位 雖然也不是很高的副市長 你是不是也起起你的女生 副市長還不高職位 高了 高的了 你還要不知道香港第一大幫 你一不就說 因為香港第一大幫 都是垃圾 所以我不知道 除非是這樣 你說四海你做的事情 你不讓你外父知道 我覺得你外父的家是很無能的 你到底也知道 怎麼會她回來娶老婆 又搞這麼大盤生意 不會是正當生意 不是這樣也不知道 有點奇怪 另外 施力剛才有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邱南上去吉林 就不知為何會跟四海上吉林 不是她想搞四海 總之她知道四海 上面 有點麻煩 開了四海集團 而四海集團 其實不是正當生意 其實是東英的 Camel Force 染色 其實應該是 一些生意的染色 是四海的私幫 應該是 應該是 但只要你當她是龍頭 其實她也是在幫東英做一些事 的表面身份 她有一批偷回來的車 打算走私去不知哪裏 在吉林 在吉林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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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為何陳奴南會知道這件事 原來她在老窩那邊的猛泰組織 不知為何她也不來 但她還是很忠心 現在鴻兄也是這樣 但不知為何去了吉林市 會安插人在裡面 然後還要在碼頭那裏 看到四海集團那批車 給那個科長 給那個科長周到 她就目擊整件事 然後就匯報回陳奴南廳 所以老窩那些猛泰集團 你不說以為是黑手黨 全世界各地都是她的成員 作為這個老窩 老窩其實國家 這個國家已經是很小的國家 她還不是老窩第一大幫 即是老窩其中一個字頭 還要是新崛起的字頭 不知為何會在吉林上 有人會吉林 不是北京不是上海 你等一下問我 我也帶不出她去哪裏 無故在老窩 知道吉林的東西 會打通了全中國的脈絡 她應該是外奴 不知為何在老窩就去了吉林島打工 其實東南馬上也有很多 但還要跟著阿祥南 你去吉林後 你去東櫻 如果你是貨櫃馬頭 應該會穩穩容易很多 但不知為何 猛泰的手 線眼是偏捕全東南馬 人家有名字 很古怪 還是華拉 我去問曼泰 曼泰的手帝 好像尊之子 小尊之子 小尊之子 對 你也是尊重浩南之子 你也是尊重浩南之子 陳浩南的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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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他對縫隋平角跟陳浩南無關 他只不過是華拉的意思 不知道華拉為何 他每天都是陳浩藍的朋友 不是猛太是陳浩藍的 還是嗎?他一直幫忙 他搞了之後不是扔掉他離開 那我不知道,沒有交代過他怎樣 你看到他這樣其實還是在底層 還是聽陳浩藍知道的 說不定扔掉給蔡霞 不知道的,蔡霞去哪裡都沒有人知道 他推著輪,但不能去哪裡 他應該都是留下腦窩的 可能幫陳浩藍 好像丁堯那樣 幫陳浩藍看著猛太 他因為這個叫做五虎歸天篇 他形容了一些東英現在的內部架構 我越看越覺得 其實這個香港第一大幫都不是這麼大事 因為他講到,大家都知道 四海只是代龍頭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東英變成可以附存子 應該是小冬,大冬的兒子 所以羅四海也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他們架空了整個東英的人 基本上整個管理層就是他們五虎話大事 就像瓜倫、飛仔萍那些 就被四海架空了 我覺得這班人又夠不團結 但我不覺得東英現在有多厲害 因為一直都寫不到東英是有多厲害的 最少我現在也感受不到 因為那時候最厲害的是 紅興倒下之後 其實其他字頭 跟著就是東英 那時候其實全部都很小的 不是,三年都很小的 其實東英都很小的 但他後來五虎勁 五虎勁了而已 就是大東大起了 然後再由四海承繼 他油麻地的部分都寫到一些 但由於 重組十二楚館這段 側上去紅興倒就沒有什麼寫東英那邊 所以近來就沒有什麼寫東英的 五虎勁不勁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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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勁� 沒提到就忘記了 因為以前東英 為何你會覺得紅卿最厲害 你也覺得他很猛 因為東英的人可以令紅卿雞毛鴨血 但現在紅卿已經廢了 其實他已經做了最大的幫會 他又有五個最厲害的人在 你沒辦法再告訴他他如何厲害 因為這五個人已經有江湖呼風喚雨 會是這樣 他沒有任何大幫可以跟他分庭抗議 這是一個推論 但在故事上我們看不到他們有幾副風喚雨 我舉一個例子 之前不是有一個東英五虎被趕出去嗎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你覺得他是低能的 東英江湖第一大幫的東英五虎 其中一個竟然是低能的 然後到南亞虎 南亞虎我印象最深的那個南亞人士 黑仔還是什麼仔 我忘記了 又是經常被人玩的 又是拿完東西之後被人regroup回來的 然後那個煙之虎 雖然我知道這麼說的性別歧視 但是原來是靠跟別人睡 那麼羅心佐呢 又說到他是沒有什麼料 但是又冷囂張 四海呢 又縮骨 是說得更厲害 我覺得就只是瑜伯 但是瑜伯已經是以前寫得更厲害 現在又說他財力氣粗 我還是不覺得東英有多厲害 所以 反而三聯我覺得佐敦仔是厲害的 寫得到的 佐敦仔就是上一回 雖然我都不是那麼好 所以忙於江湖 其實他龍頭的勁 龍頭那種勁 有城府 有些深術的事情 如何玩弄一些權術的事情 但是你說如果真的說江湖晚營 通常不是說武力 是說智力 是啊 看不到 還沒看到 羅心佐剛剛出來的時候 他又如何外國讀書 又說到他好像智勇相傳 他清華讀的 又好打 又好像 力量很高 出來就是太子一個 只是串嘴 除了串之外 看不到他幹什麼 我覺得他最初有些想寫到羅心佐 有些像以前的太瑜 但是太瑜是好打的 太瑜那種不會讓人覺得他很聰明 但是他真的好打 其實太瑜有表現過他聰明 例如有時候 以前山雞問他的 太瑜講的東西是深水清的 但是山雞都說 其實如果這個人不是那麼囂張 其實他不是那麼囂張 他只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就是太瑜那種就是狂 而羅心佐呢 他感覺就是 你認識一點點 以為自己很聰明 有正常智慧 但是你不覺得他特別聰明 那些 就是 左燈仔 譬如說他很正確 就是那些 有一點點 怕人家不知他是誰 那些 就是 就是 為什麼你在東英 讓人覺得你很聰明 因為 你東英那些 全部都讀不忍 整個人都輸 這個混蛋 字都不認識多個 你當然是最好那個 那叫做 沒什麼特別 你說說好打的 南亞虎 連八大後人的其中兩個都要 固然是一打二 但是那些人都不太厲害 你都要打到這樣 煙之虎不要說 又要靠男人 是唯一厲害的就是 阿瑜伯 黑洛 四海抽大皮 羅心佐 出來永遠是被人打的 他每次打得贏 每次都是想起一些縮骨子 就是打和當自己贏 然後又這樣響打 你不覺得他厲害 就算連龐八說 現在不知道 東英五虎每個各國有所搶 四海又搞生意 瑜伯就搞賭檔 閻之虎就搞王的事 南亞虎就regroup那些 南亞人 楊氏幫他 點營羅心佐 就是遼士鬥飛 有贏有輸 但總之響打 有贏有輸 就是證明他只是普通料 對嗎 如果以英超的排行榜來計算 他就是萬聯 你不覺得特別厲害 不知厲害在哪 再退後一步想 以前的古華仔 東英五虎 一個耀陽 就搞你三個 洪興那時候最厲害 搞你三個 一個耀陽 嘩 最後那些弱弱弱點 但是那時候耀陽 嘩 你覺得他們真的很厲害 現在你覺得 其實奈何南 打算收藏東英 也是時候的 因為這群人真是廢 可能一個都打你五個 現在就是 連隊員都 加起來都會被九層男一個來 不知 不知 就這樣看 我覺得現在最難前的 反而是三年 因為左燈仔的確是有辦法的 羅心佐 剛才出來說到 又學了不知幾多種格鬥技 又好像很生榮 很厲害 出來 對著一個醜男 用矛招打個和 又不又打 那你覺得 你怎麼回事 你之前說過那些事情 這個人 形容這個人是怎樣的 沒有意義 出來不就是差 到死一個人 就是 懂得走位的 很指定的香港人 對 這些 通街都是特別的 古怪仔 就剔手遮臉 很奇怪嗎 所以 不知道 因為 其實 我想 好像 上一次 茅姐 都有跟我說過 因為其實 如果這次 連那些 罪章都沒有說過 其實他沒有想好故事 可能之前幾個故事 不是這樣 牛佬 沒有時間鋪 東英 所以 打算做一些厲害的事情 五虎貴天 但因為 五虎貴天 又鋪不起 所以 不知道想怎樣 五虎貴天 其實就變成 沒有什麼 很大吸引力 其實你看到 現在 他想怎樣寫 就是小小串叉 因為 說西東回來 應該是 西東想拿回拳 可能又不知怎樣 想趕走打黏 其實東英 應該是不會忙的 如果這樣看的話 但 就真的為之一空 其實 也未必 我覺得未必 可能 因為其實 這麼多年都是東英 紅兄 現在 我覺得 五虎貴天 炒起了東英 然後紅兄 才有機會上 接著 他就鋪起三聯 變成三聯 和紅兄 之間 最永遠都是東英 和紅兄 幾十年都還是東英 紅兄會有點悶 我覺得 我覺得 他有個細想寫起三聯 放左東出來 其實 你又趕走一些人 趕走東英 你又不停被機票來 你邪白 左東是開樓的公司 左東也有公子 準官看看他想怎樣寫 接著 說一下 春秋戰紅 好像也有幾期沒有 兩期沒有說 上次不知道說到天智大會 聖公子那邊 不 我們上次應該說到 是阿邪仔出場了 說他和他哥哥 勇公子談了一會兒 因為他是麗菲的兒子 所以他對勇公子 有些異心 其實是想殺他 原來整個故事就是 其實這個雅齊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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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又是很厲害 他是天魔之子 天魔之子 天魔之子是什麼呢 就是天魔和天魔女生 那就是天魔之子 其實天魔和誰生的 也是天魔之子 其實本來這一段 我覺得這段 蠻好看的 故事上 為什麼呢 因為 勇公子很想回去 救他軍父 即是晉王 但是 他當時是被麗菲迷惑 而站在勇公子的立場 就是我是麗菲的兒子 如果回去救軍父 即是晉王 其實你就是搞我媽媽 但是他和勇公子之間 本來也是一個很好的兄弟的關係 即是他們兩兄弟其實都是兄弟公的 本來這種四角的親人之間的情受關係 如果要發展下去 其實本來應該寫得很好的 如果想繼續有心思寫下去 但是很快 其實勇齊曾經被大哥 是晉王的太子 晉王的太子 晉王想殺他媽媽 甚至想殺他麗菲 甚至捉了弊菲 甚至捉了弊菲 用來做仁治 誰不知到最後 甚至殺了弊菲 所以他覺得 搞錯了弊菲 真的說這些 然後他又沒有死 他好像這兩期都沒有交代 為何沒有死 總之他就是因為天魔之治 所以不用死 所以他覺得兄弟是 不用說話的 沒有兄弟情這回事 不過我覺得他還有少許人性 因為他就說 為何我想現在殺你 因為如果我殺了你 就是殺了勇公子 你永遠都是我的好哥哥 而你在你心目中 我永遠都是你的好弟弟 因為完結了 沒有再沒有關係 但很快就爆蝙蝠 爆蛇女 最搞笑的是這本是雙手戰童 他是不是爆了一條蛇女 天魔女 天魔女 天魔女是女窩 天魔女還是女窩 你又是蛇花女人身 然後又是蛇尾 可能是蜜雕沙走過來客串 梅杜沙沒有蛇尾 蛇花女人 你是同一個書系 你就不要用這樣的造型 不過有道友好笑 最後他的弟弟 叫什麼名字 提齊 提齊 我是天魔之子 我不是人 我不是你的七兄弟 我就在想 你覺得這裡有一個是人來的嗎 首先我看看姓翁子 又神物又成 即是他是神物又成 翁翁子經常包一份榮尊 他都不像一個人 其實你們都是一個家 每個人都覺得一模一樣 每個人都 他又懂得瞬間移動 最少他都是一個外星人 你怎麼看他都不是一個人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感謝你們一個有神 一個有專者 我是魔來的 那就不是一個Family 那大家都不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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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大家都不是一個人 那這個故事 其實就是 主要分了 現在分了兩段 本來分了四段 雷神那裡潛上 雷神走下去 打命海王篇 暫時就不浮出來 雖然最好看一段是他 在這幾個主角裡最好看一段是他 結果就交代了很多勇公子和彗齊 即是晉國之間的那個王氏 最搞笑的是 其實勇公子最初來就是想要 索造他成為 即是春秋戰紅這一個編章的第二男主角 亦都是聖公子的死敵 即是他是好人 你要他是死敵 最初來找他 就是為了要找他 然後引發他 盤古和打黑天打獄金 混蛋 混蛋 然後 現在我覺得春秋戰紅的寫法 有點奇怪 其實三段故事是完全沒有關係 是完全沒有關係 這種寫法我不是沒有看過 在那本很喜歡的小說叫《權力遊戲》 《兵與火之歌》 即是很有名 是有一種這樣的寫法 總之你看到不同的故事 即是他們是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 看起來沒有關係 但是 其實在那本書 即是《Game of Thrones》裡面 你是看到在最後他們是會繞在一起的 但是在春秋戰紅裡面 我怎麼看都不知道他想怎樣繞在一起 因為他是完全在不同的方向去的 沒問題的 因為這本畢竟都是按歷史而走的故事 最後巡目公當然也會清白 跟著到盡文公清白他們是有場決戰的 即是說 無論如何都好 其實他們是會繞在一起的 即是他們先回去 他把一隊進軍出來 然後 聖公子就搞定了麥卓明鬼那幫黑道 然後又一幫巡軍回來 然後再等著雙部一幫海鬥士上來 打得厲害的 他贏了就清白了 就是這麼簡單 即是最後都要拉在一起 打得厲害的 即是那晚要拉在一起 即是約戰 約戰而已 什麼約字 約戰 即是連勝志約阿楓雲 我約你什麼時候就是這麼簡單 這樣就拉在一起 總之最後聖公子贏了所有人 即是要拉在一起就是約戰 然後統一了七國 寫風信不是他做的 不是聖公子做的 還有很多年 要盜讚而已 即是又分裂了 然後再被他的子孫再統一國 無所謂 所以 我覺得本身浪費了 就是那一段 如果單講故事來說 編得幾好 然後 到今期 魔杖萬重劫 說到肥鬼來了天子大會 這天子大會 其實是發生什麼事 天子大會 因為覺得大家都不差我 唯有找江湖人士幫忙 好像現在的特首 公務員不差我 唯有找江湖人士幫忙 沒有辦法 但是他的姓公子是 他的姓公子是 林鄭 林鄭公子 林鄭公子 林鄭公子就是 你不要用黑道 你不要用黑道 我們跟公務員體系 就支持你 但是我就是為了 用公務員體系才用黑道 但是反過來 現在的特首是為了 洗走公務員 所以才用黑道 不是因為公務員不支持他 是他本身已經想破壞公務員體系 是有些分別的 雖然我們可以以史鑑金 但是其實中間是有些差異的 這個要分得清楚一點 他是本質上 一早就已經想用的 肥鬼來到之後 其實大家記不記得 聖公子和肥鬼 應該有一段不共大天之手術 他滅了神龍女的族 就是為了獲益 得到功力之後 應該是他已經發生 他經常說 我要殺死那個混蛋 但是一看到 忍 不出手 其實我覺得 大家 搞錯一件事 萬遊仔你搞錯一件事 他看到本來想著 你如果不是 那個什麼什麼 魔大會 他們那個比武大會叫什麼 不是叫天子大會嗎 那叫什麼魔大會 如果不是天子大會 我覺得聖公子已經走上去 跟肥鬼握手 跟他說 真是謝謝你 殺了那些混蛋 大家想想想 那件事是前問後禮 怎麼發生 阿聖公子是 不故意刺到女人一夜 不故意刺到女人一夜 就好像一個夜袍 他一醒來就說 咦 你是誰 刺你 不是吧 說這些 昨晚大家喝到這樣 你沒理由今天跟我說 大家喝了那麼多神龍水 然後他那一陣子 不知道做了什麼事 是肩被人夾到神龍族 他還在想 這次混蛋了 然後在這個時候 有個好朋友 有名鬼走出來 殺了這一族 替他解決了這個 不需要認數 也不需要催 這個女人 耶 不共大天 只是做給港大讀者看 心裡他是在暗笑 原來呢 後面當然要解釋 一定要幫他們開脫 原來理由就是 阿基環呢 就跟他說 你那條冰骨 就扔進了那個煉火爐 就是要練那把新的兵器出來 應該是萬歲 因為他經常說 萬歲在手 我根本就不怕他們 聖公子一向都不是很靠 聖公子自從萬歲 他有沒有贏過人 他一向都會贏人 五輪 九輪 五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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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又馬上變成X-MAS 四輪 秦成功有必用萬歲 九輪 這把東西給著莫耶斯斬 現在誰能再用武器 你也不需要 打這些人要洗蚊用武器嗎 黑旋風是忍者 用不用用劍嗎 當然不需要 現在又說 你忍住 大焗為眾 如果你真的要大局為中 我不明白為什麼是大局為中 原來他最後就是 現在沒有武器我就打不贏他們 既然沒有武器打贏他們 不如讓他們自相殘殺打完他們 這件事應該早就正在發生 因為問題是天子大會本身就是在這裡 讓他們打一輪 然後選擇武林盟主 其實這件事很吊詭 因為現在周天賜想找些人幫助他 去對抗那些諸侯 你搞這樣的大會出來 打到那些魔導散光 請問你還找些什麼對抗那些諸侯 所謂打到散光 總之就是要選一個盟主出來 如果你統一了這群人之後 不一定要馬上動手 周天賜的目的是 我要威納這群人 然後幫我有一個No.2 有個齊咖啡 但如果聖公子這樣做 其實某程度上 補曲了周天賜的意思 因為 聖公子沒有特別做事 不是他所說的 你學放相真 你等到人打我殘殺才出手 我現在就是想找一個厲害的人幫我 來統治 問題就是這樣 周天賜本身已經是思覺失調 他本身就是想找一個厲害的人 去幫他統領黑道江湖的人物 所以要搞這個天賜大會出來 因為究竟什麼大言上人 究竟誰可以做到 就是要透過武力去決定 這樣就會引伸出來 即是其實 聖公子是不需要理會的 總之天賜大會繼續進行 而到最後 幫人就會自己打到自我 自傷殘殺 他最初要不去跟周天賜說 你不用他們 因為他這壹事本身就會導致 只要周天賜的計劃繼續執行 本身壹事就會導致黑道大人 自傷殘殺 那你不用跟周天賜說 你不用我會用他 我就跟你反途 我就反你了 是不需要的 所以整個佈局是錯的 如果你拆開它出來的話 是完全不應該發生這樣的事 而聖公子現在做的事 是違背了他最初要做的事 就是要打走這班人 因為他就是要我才是最強的 我打走他們 證明我是最強的 周天智利是應該要用他們 但如果你等到他再打的時候 其實你證明不了 因為他最初就是想這樣 你最初就是想自己打贏他們 去證明自己最強 但現在你又等 即是你本身有自相矛盾 而周天智利是想要這班人幫你 你搞大會出來就是打散他們 你又是自相矛盾 即是周天智和聖公子本身都在自相矛盾 整壇就是在自相矛盾 即是其實這一篇應該叫做 春秋戰紅之自相矛盾 春秋的思考藝術 春秋的矛盾 或者矛盾戰紅 即是這樣的 不然你是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應該要做那件事的人 是沒有做那件事 而應該要做B那件事的人 就由得A繼續發生 但其實本身應該是相矛盾那兩件事發生是最好的 現在你就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所以為何一直都說雙部那條橋是最好看的 因為比較合理一點 你會發覺他那條橋一直在走 是去到很魔幻的 是相對沒有那麼需要正常思考的 如果他打到回去雙朝 然後跟薑芝亞報陣 然後他就跟雙袖說 你不要出去 你出去就糟糕了 然後因為搞了她的女生 搞到雙袖很不滿 然後再打開海王篇 你會覺得很冒險 這個完全是one piece 或者fairy tale的劇情 很夢幻 但你踩下去這個現實 而且整條線是抽走了 跟這些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整體來說 其實勇公子都可以的 只要他不黏在聖公子身邊 即是聖公子身邊 那個故事就合理很多 雖然都是很重的 幻想的味道 但是沒有問題 他們做的事是不會自相矛盾的 還有很搞笑的 就是不是神仙 另外那個明 自然明 那幾個人 原本應該是聖公子的朋友 都已經逃了幫 聖公子 你知道哪些人應該貼 哪些人不應該貼 因為聖公子這條線沒有東西寫 有這麼厲害 專門幫公子 不行 有種職業 春秋時代的職業 那些什麼叫傍友 食客 食客 你又是公子 我幫你 又是這樣 情人節的講完 我仔幫就講到這裏 稍後回來有一個 七週年抓數系列 今晚的題目 大家都等了很久 銀河英雄傳說 歡迎大家在直播的時候跟我們聊天 記得聽 今晚的節目到這裏 今天就到這裏 拜拜